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最近最近才开播 大家有没有追上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在公式开播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的主持人 李明聪李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老师先跟大家问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我对你的外形有一点点疑问 我可以提问吗 可以 因为呢 李明聪老师他 因为这是广播听众朋友 李明聪老师顶着一个卷卷 卷卷头 老师你是真法还是假法 我可以拉一拉吗 可以啊 这个就是我在市场 几乎都会一直遇到 很多大姐啦 像我这种欧巴桑 也没有啦 就是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都觉得卷法很亲切吧 头毛哪有嘴 对对对 他是真的 他是真的 老师你一直都是这种造型吗 也没有啦 就这几年 大概四五年吧 这个造型看起来很亲切 这个造型看起来真的很像那个大妈 那种大卷法好可爱喔 花妈系列就对了 我不好意思讲 你不好意思说 没有啦 大妈系列 是不是 可能巧合吧 那的确进了市场以后大家觉得这个有一种很奇妙的亲切感 好亲切感 很快就会拉近距离 真的 可是这个不是为了这个节目所做的造型 当然不是 所以这一切冥冥中注定 冥冥中自有注定 李老师你先介绍你自己李明聪老师 来 呃大家好 我是李明聪 那目前在国立台北医术大学任教 那呃 当然我也写过书 呃 策过展 呃 做过其实各种跨界的创作 但是电视节目的主持 这一次还真的是第一次 对啊 我刚才就问李老师说 你怎么会去主持节目啊 我就好好奇哦 呃 其实只是偶然 因为去年差不多春天的时候 原本制作团队其实 呃 基于就是他们希望有做一个新的节目 那这个新的节目要找顾问 然后来问一些呃 对于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 所以他们就找了我 那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 就大家谈了以后 欸 蛮愉快的 那呃 但我就 有点任性的给了一些 作为一个顾问 其实你知道 我就可以比较天马行空的说 欸我觉得好像可以 负责任顾问 对 就可以想说 欸好像可以这样做 可以那样做 你知道就是 呃 不在那个框架里面 那再加上我也并不是什么 呃 电视宣的 对对 所以我也没有那样的一个 一个顾忌 那我就讲了很多很多 比较跳的意见 就没想到我去上一个厕所出来呢 制作人就说 老师呢 呃 不用了 我们不用你当顾问 我说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们完全不用觉得 你们刚才咨询费给我就好了 可以走了 哈哈哈 就觉得没有压力啊 反正对 OK的 就是你们不用一直觉得 要一直找我当顾问 就他说 不是欸 刚刚我们呃 几位讨论 我们决定要找你当主持人 我就下巴差一点掉下来 心里想说 怎么上一个厕所出来 就事情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第一个反应就说 报应啊 让我想一下 让我想一下 对 老师你是不是出了很多难题 给制作团队 所以制作团队想半天 好了好了 那就老师你来 你来了 对啊 你来 没有啦 开玩笑 就是 呃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啦 就是我跟制作人 其实蛮一拍即合 一见如故的 呃 我们谈到了很多 其实放在 应该是放在制作人心里面 很久他想要做的某一种形式 好 老师你举例 因为呢 这个节目的名字 听众朋友哈 我再重复 这个名节目的名字 在每周四晚上九点 在公式首播 公式就十三台哈 首播 他的节目名称叫做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很直白 很直白哈 对 呃 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不一定能够买到东西啦 好 因为有的市场是找事 有的市场是玩事 然后可是为什么老师 要在市场里面窝 窝座 窝 窝着 在里面待了一整天 待了一整天 到底是什么 所以老师 你用直接的举例来讲 因为我们现在 第一集跟第二集 都已经播了哈 没错 第一集介绍的是 花莲重庆市场 听众朋友 搞不好对这个市场 很陌生 第二集 或许大家比较熟悉 是来自竹东 新竹的竹东 中央市场 对 新竹的竹东 东央市场 中央市场 所以等于是 老师我们来做 举例好了 因为你这次总共拍了 八个市场 我记得 第一集 所以只有 第一集 八集哦 第一集八集哦 八个礼拜一下子就过了 对啊 可是问题是 我知道你们绝对 不只在市场待一天 那当然啊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那我们常常开玩笑说 其实是 我在市场拍了一整年 怎么说 讲来听听 对 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 就一起合作了 那其实有一个原因 其实包括这个命名本身 其实从这个命名 就可以说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机缘 我跟制作人这个有一种很奇妙的共识 那我们决定要来把节目做成一个有点前所未见的一种形态 那具体的例子就是 呃我们当时就觉得说 一般有很多很多的行脚节目 美食节目 那或者比较有深度的这种人文计时的节目 那么大概要不就是呃比较有综艺感的 就是要带着大家去吃美食 对啊 然后主持人 要交谈采访 对 觉得很吵 然后主持人要一边吃 然后一边要 讲口感 嘿 口感如何 然后要做出表情 然后要有特效 要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字体跑来跑去 是 那要不就是说 如果比较人文计时一点 那比如说呃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一些范例 他们要可能就是要做的比较沉浸 然后比较好像要把他的历史脉络 把他整理出来等等的 然后最后还把这些人都弄哭了 嗯 对不对 那我们就觉得在这两者之间 好 其实应该有一种新的一种形态 这种形态 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我自己的命名啊 就是沉浸体验型的节目 我就看到说什么东西叫做沉浸型 就不是说沉浸你知道吗 沉浸 对对对 沉浸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呃听众朋友应该至少听过有些什么VR AR 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虚拟一个实镜 然后你戴上那个眼罩以后你就好像身力情境到那个地方 但我们就在想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一个市场节目 因为我们如果觉得市场有趣 那一定是沉浸也就是逛市场的那个感觉嘛 就是说逛市场不是你去采购买东西而已 而是那个逛的那个 看 KIMOCHI很好看 观察 对四处看 跟他们融在一起 没错 然后不只眼睛耳朵会听 听到那个听到那个很热闹的叫卖啦 各种声音 然后闻 好然后 摸 摸 摸 我最喜欢摸 对对摸 然后甚至市场里面有时候 他有各种奇妙的触觉的感觉 对 你摸所有的食材都是可以摸的 感官的那种 对 然后人这样摸顶插种 插 摩肩插种 摩肩插种 对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那些感觉其实每个人 不分阶级种族性别男女老少 那是共通语言啦 大家都有那种感觉 不是所以换句话讲 老师你的这个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并没有要美化这个市场对不对 对 有的时候大家在做节目的时候 或许大家会觉得说 没有生理其境的感觉是因为 呃做节目因为都有时间的限制嘛 然后大家都会把好的那一面呈现出来 好的角度 好的还是我要灌输给你的这个人 或者刻意放大一些什么 对对对 可是看起来并没有 对不对 所以很多朋友看了以后他们就说 你带我去逛市场 对 然后他会有一种 除了我刚刚讲的沉浸体验以外 他说那个很有实境感 那很多人甚至说 这也是一种实境节目嘛 某种实境节目 那我说 对这个都对 因为 目前为止 只要看了的观众朋友 他们都会有共同两个感觉 嗯 一个就是我好想明天或者周末就来去那个市场逛一逛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感觉就是当然 呃里面不免俗的我们还是会介绍很多很棒的食材 就是当然了 因为这就是市场的主角啊 然后所有人那食材有的是生的嘛 他不一定是熟食 对不对 对但即使是生的 大家就是说好想尝一尝那个味道 好想买买那个食材试试看 因为也许过去没有听过或者不知道这样的煮法 或者你都会买鸡蛋 嗯 但是你不知道鸡蛋要怎么挑 那看了第二集竹东市场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这个卖鸡蛋的老板告诉你说 哎这个鸡蛋要怎么挑 嗯嗯 那其实每个人都会因此而越越欲试 ok 我觉得越越欲试的感觉非常重要 他挑逗了大家挑逗了大家逛市场 挑逗了大家要认识食材 挑逗了大家要上市场 跟大家一起婆婆妈妈 对对对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 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老师来继续哦 好后半三段哦 老师讲话好有魅力哦 来 好准备来了 哈哈哈 可是老师你的卷卷头一点都跟你讲话不符合啊 太强眼了 对啊 反差反差 好来咯 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不要忘记锁定每一周每一周四的晚上九点一定要盯上公事十三台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我们今天超级美食家节目特别邀请了主持人李明聪李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来跟大家导读 导读对不对 给大家导读 导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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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同仁大家一起穿的 哈哈 就用了便室用的 但是意外的现在还蛮 很红啊 有点大家都想要这样 因为老师刚刚在这里讲话的时候 我就想要看它的后面 哈哈哈 对对没有穿没有穿 但的确那个在市场的很多叔叔伯伯阿姨们 都会问说 诶你那件T恤 还有一剥 可以穿一剥嗎 這個是你要穿一剥吗 对啊 我把你市场待了一整天 我还待一辈子呢 我应该更有资格穿 我们就说 有有有 之后应该可以来坐一下这样 对啊我觉得那件T恤看起来就很抢眼 而且好像上菜市场要穿这件 你知道让大家知道 我对这个市场非常的熟悉 有认同 对对 然后林老师我有问题想要问你 因为虽然你的这个名字叫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可是我知道你们在拍摄过程里面 你应该不是只有在市场一天吧 当然 能不能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像拍摄这样子的节目 好啦我们就以播出的 或者我们以下礼拜的 下礼拜 这个礼拜了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第三集要播什么 南方澳渔市场 南方澳渔市场 对我可以用这个做一个例子 好来 因为他刚刚好就是我们最早拍的 就我们拍的顺序 不一定是后来播出的顺序 你们会按照季节的方式选是不是 对对对 然后当时也就是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开工 拍第一集的南方澳渔市场 是 那本来想说 其实如果有这个稍微知道电视制作的朋友 应该知道说 电视制作当然有一些准备的时间 然后一定要压缩在很短的时间把它拍完嘛 否则成本会很高 大家也很多事情要忙 就没想到我们在南方要一拍 这个一个月两个月过去 就花了好久的时间拍 举一个例子来讲 在电视里面大家即将会看到 我倒抽一口气 真的 真的 很可怕 很可怕 然后 不是一天吗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们选在夏天 然后去南方澳而且要拍渔市嘛 那渔市我们有看的观众朋友就知道 或者还没有看完观众朋友 你一定会一看就印象非常深刻 虽然我们拍市场 不是只有在市场里 对 市场是个点啊 因为我们会从产地到餐桌 一路延伸出去 对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人们也很讲究那个食材的那个履历嘛 对不对 所以从产地到餐桌 市场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中介站 那既然要从产地到餐桌 那各位就可以想象 鱼市场的产地在哪里 当然就是海上嘛 海底嘛 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拍到海上海底 啊怎么拍 当然就是要出海嘛 对啊 有啊 全主人都上船了吗 就是大家一起上船 然后而且重点是 我吐昏了 出海 以为一次 没有不可能 就是一晚回来 就是一天一夜嘛 就OK了 结果海是没有办法预料的 鱼不会等你啦 对鱼不会等你 所以呃 今天天气不好 出去回来 就是有点可惜 没有拍到 下次再出去 欸天气比较好了 再回来 这个船长说 欸今天雨 没什么雨 要不要第三次 对 但我们当然知道啊 这个从产地到餐桌 这个大概就是节目里面了不起一趴 十分钟了不起 十分钟多了 算很多 对 其实也没有那么多 嗯 他就是可能几个镜头 嗯 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要第三次 可是那几个镜头吃尽了苦头吧 老师你应该又吐 然后又吃不下 又瘦了 对不对 然后呃 因为公共电视就把各式各样的摄影机都用上了 我问你几台 我们其实刚刚在广告的时候 其实就有聊到 对 大家知道 有的时候大家看单机作业 单机 一般都是单机 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比较快速嘛 对那 比较 在比较这个这个复杂一点 比如说双机嘛 对我们说双机 就是有一台从正的角度拍 有一台从旁边的角度拍 那老师你是几机盯着你 我们事实上有时候我算过 有时候到三机 甚至四机都有可能 他没有干嘛呢老师 没有原因就是我刚刚说的 因为为了要制造一种沉浸式体验 这种实镜的效果 我跟听众朋友说 为什么有那么多机嘛 传统上可能就是 有一机是正拍着你 对不对 就是面对 就是人的高度 人的高度 然后是正对你的脸拍的嘛 这是一种方式 传统这一机就够了 但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因为我们想要那个主观的镜头 也就是说 仿佛是观众朋友 会从我的眼睛里面看到这个市场 你的视角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我的视角 所以就有第二集了 也就是说 他会在我的后面 可是这个好麻烦 这个你就要不断的重复讲同样的话 然后还有一个麻烦 对对对对 会穿帮 你这是在演戏了 也不是 你这不是租外景的 也不是穿帮 他就是会 因为摄影机就会吐香 因为不能拍到别人 对 你不能拍到剧组嘛 嗯 对 然后除了这两机以外 可能还有一个是 别人看你 对 还有一个别人 或者是 呃 另外一个就是说 可能 我们会希望更局部的特写 某些部分 对 那或者甚至 那或者甚至 有时候还有空拍 如果在场 场外的话 还会有空拍 拉远 对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看电视的话 请你仔细看一下 你就算一算 你就会发现说 就说即使你不是做电视的 但是你仔细稍微看一下 为什么有的镜头 它是非常特写 局部让我们看到那些食材 五颜六色 而且那个细节非常清楚 而且这个我们特别用4K拍 还不是HD高画质 我有看到宣传给我的资料 是讲 好啦老师 所以那个细节 都讲到4K了 这个其实是 呃 它其实对于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 就是高画质 对不对 对 很细腻的这种感觉 它那种感觉就像是 我常会形容说 它就是我们去的大卖场 还是百货公司 我们会看到那个 在展示最新的电视 它不都会 不是都会播那种 故意播那种 日本的什么卫星BS的电视 或那个什么韩国偶像团体 唱唱跳跳 然后我们就会站在那前面 看到 电视好好 目瞪口呆说 天哪 这个画面也太惊人了 然后买回去以后 然后装发就说 诶 我怎么没那么惊人 不像我刚 因为大部分的 台湾的电视节目 目前就没有到 这样的画质的程度嘛 就是说我们即使买了一个电视 它也没有骗你啊 它输出的这些 就没有这样子的画质 除非你接了 日本的这些卫星电视 或者特别 为了这个电视做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输出的影集 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 你们在家里看公视13台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就像去买 那时候对就好像站在百货公司里面 货蛋白产看那种 对不对 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精致 真的 可是这个成本很高吧 没错 所以制作人其实都一直鼓励大家说 呃 虽然在公视家的这个 有OTT的网路平台 呃比较方便 因为现在的时间 大家的确很难守着电视看 的确看网路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但实际上我们都蛮推荐大家看电视 嗯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 除了画质很好以外 就是你音响一定要打开 嗯 大家不用客气 如果这个礼拜四 不管你前两集有没有看过 请务必把家里的音响打开 嗯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收音花了很大的力气 我都很难想象 这就是一个菜市场节目 对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这一段广告 再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待会继续 这是一个菜市场节目 怎么会弄的 怎么会弄成 对啊 还好莱坞电影 对 而且除了画质之外 其实菜市场的声音 还是说这些食材 其实的确是有声音 所以那个第二集竹龙市场 特别明显 好来来来 我要先把那个 那个南方澳讲完 好 这两段来 三二 您所收听的是 中管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跟大家推荐公共电视 最新制播的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不是偶像剧 也不是纪实片 邀请到的是 李明聪李老师 来给大家导游 他刚才自己自称他是导游 今天李老师也在我们节目现场 要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每周四晚上九点 等一下 除了每周四晚上九点 重播的时间 也要告诉大家 好 我也都记得啊 每周四晚上九点首播 然后隔天 然后隔天 如果这个家庭主妇主夫 这个隔天 前天晚上不方便看 隔天的 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一点 下午一点 对 午休以后 也会重播一次 然后到了星期六的晚上八点 又可以再合家观赏一次 在公示三台 公示三台 星期六 星期六晚上八点 是在公示三台 所以四五六都有 四是晚上九点首播 五是下午一点重播 然后到了这个星期六的晚上八点 在公示三台 另外一台 再播一次 所以等于是听众朋友要追上这个 我在市场待了一整天 今天呢 李明聪老师来跟我们介绍 即将在这个礼拜四要播出的南方澳 好 老师 南方澳对你来讲熟悉吗 在你还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 你是怎么看南方澳呢 嗯 在我还没有做这个节目之前 我去过 但坦白说 就没有那么深刻 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都一样 就可能他就是宜蘭 大家就觉得要去那边吃海鲜的一个地方 那要不就是只是去那里找一个餐厅吃海鲜 顶多如果当时市场是开着的时候 买买鱼吧 买买鱼货 对对对 如果就是如果你生鲜上还可以保鲜 你可能就会带 带一些鱼货回去 然后很开心就觉得到此一遇哦 嗯 那多数人可能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可能留在那里 当地可能住一晚或者是好好的散步 嗯哼的确是因为在拍摄这个节目的过程 呃我体会到一个鱼村跟一个鱼港而且是一山半海 对 然后其实非常非常漂亮 嗯哼 然后他非常非常适合散步 南方澳很漂亮 南方澳应该是讲说它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鱼港 对 所以它有几个角度很漂亮 它很美 可是老师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南方澳的这个鱼市场的卖动吗 或许大家认为说市场就是早上就是什么可是我觉得愚民的卖动跟一般人不一样 当然当然当然 嗯 我稍微卖个关子因为这个礼拜四我们就会 对对对对 让老师讲清楚要把结局讲出来 对对对对 没有因为我们每一集事实上都在找一个对那个市场的切录点 对嗯哼 所谓切录点就是我们会发现说市场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地方 就是说他当然有这个开市跟修市的时间当然有 嗯但是超过于这个时间的跟市场有关的人他们其实要做很多的准备 也还是很忙啊 他们要准备食材啊他们要要运输啊 嗯对然后还有一些你呃做一个消费者看不见的其他比如说拍卖 嗯准备也就是说东西要到之前啊那个准备的工作嗯那比如说以南方澳来讲那事实上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一个很微妙的节奏那他市场也不止一个嗯如果广义一点来讲清晨的时候他先会有好像跟作为一个消费者比较没有直接关系他跟批发比较有关系的这个余货的拍卖嗯那这个有点像我们去看那个日本的东京的那个竹地早以前的竹地小竹啊对以前在竹地的小竹啊对以前在竹地 现在在丰州对就竹地的感觉那他有点像是一个小号的竹地也就是说哇这个什么大量的鱼货都回来而且是直接进港一早就从船卸货哎他比竹地还直接哦因为他就船就开到旁边然后鱼就下来了就在地上就在旁边了就开始了对对对他还没有经过任何货运哦就船直接下来从那个货那个船舱里面掉上来然后就在旁边这个距离不到20公尺 排排排坐排排躺排排躺然后就开始一堆一堆对对不对然后开始这个就进行拍卖在两个小时以内清晨一两个小时就要把它拍卖完没有因为对鱼就是要先所以拍卖很快所以这是一波也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大家都还在睡觉哦或者因为多数人你也不会去参与这样的批发的工作 但是那个很精彩所以我们会为大家呈现这是一波比较有趣的是然后下午又有另外一波也就是早上先有一批船回来做了这样的而且是钓大鱼的往大鱼的呃我们都知道了鱼鱼啦骑鱼啦这些鹽妈后还是之类的还是鹽妈后对你来讲是小的还有鬼头刀啊都是大的这都是中大型的对对对那到了 那下午的时候会有另外一批渔船回港哦所以换句话讲南方澳这个渔港的渔船是没有停歇的对不对对其他的不一样的时间对回来的这个渔船时间不一样又是什么呢那下午回来的渔船他就在另外一边也就是南陵渔市场嗯那也就是比较大家熟悉呃如果消费者要去买东西的地方去吃的去玩的那他多半这些渔船是从 啊前一天的晚上出海嗯然后经历一整个晚上到白天白天就结束然后开始回回港约莫在下午所以这个渔船更小对他速度很快渔船比较小那么他就会什么都什么都有可能也有大一点的鱼衣啦小的鱼啦虾啦什么都有嗯然后也是一样直接进港完全没有进过运输是就直接而且那个速度更快了因为他就 就能连冷冻他就直接在所以很多都还是活跳跳的就扑冰了还是什么就真的而且有的甚至还都都是活跳跳的这个是下午时段下午时段然后而且是消费者就直接可以买到活跳跳刚下船的海产所以就这两个不一样的差别这两个不一样差别其实共同有个特色就是要快哎这两个差别共同的特色是快可是这两个差别是他所面对的 大众都不一样而且呢我觉得时间也不一样感受也不一样吧对啊对不对因为如果你去看那个拍卖的话老师你听到拍卖关咪了吗对你看得懂他那个最有趣的有吗你可以破解解读吗还是有点难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这一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好老师还有一段你要继续讲南方号还是要跳街看你从拍卖那个 好来我可以讲到另外一个拍卖 嗯那最后要给Tendy再讲一下成功好来你给我你给我提示啊因为就比如说对啊就最后一分钟30秒就好了好好来30秒就好了好好32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我是主持人王瑞瑶今天邀请了另外一位主持人李明聪李老师来给大家导游不要忘记周四晚上打开电视锁定公室 就是13台9点9点我在市场呆了一整天这一集这个礼拜要播的是南方老师你赶快讲给我听我好奇哦拍卖吗对啊他这样嘴巴这样那真的蛮难懂的哦因为他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其实啊你仔细把那个拆解开来其他就是各种数字还有这个编号可是他们不是然后123啊他们不是这种发音嗯他其实因为他就是有一个 然后而且他不是这个发音原因是其实是有啦然后还包括就是说他必须要念呃关于这个鱼的这个基本的状态然后去问说哎这个买家A或买家B他们出了多少钱其实那个就是一个节奏然后这种节奏其实除了在鱼市场以外后来我们呃其实应该是第四集吧也就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四晚上九点要播什么播呃台北的冰江市场啊冰江冰江果菜市场对我们来讲冰江也是拍卖跟零售啊更惊人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场内的那个拍卖因为他是首都嘛嗯所以我们的定义就是定位就是说冰江市场就是首都之位嗯嗯因为他基本上要供应一整一整天大台北乃至于他甚至会间接的决定了整全国的价格 果菜的这个这个价格嗯那那个拍卖的节奏就更快了然后那简直对我来讲那一集又非常非常特别他像是一个大解密一样让我们看到半夜三点所有人在睡但有一个地方却像华尔街我们看那个电影里面的华尔街股票交易一样像这样子的感觉有人举手有人怎样各种举手然后非常非常的快然后很激烈然后各种表情都有喜怒哀乐都有你懂我意思吗 抢到的就非常非常高兴而且不但抢到他就卡要跑你不知道他跑去哪里呵呵就是非常像那个华尔街的场景呵呵成交了之后不知道要干嘛对不对还是他做什么没有要赶快要下一个嗯或者是货运马上要来了因为要新鲜嘛对哇好刺激哦非常非常的刺激所以那一集也就是下一集的呃下礼拜的冰江市场其实蛮有趣的刚好这一集的这个礼拜的南方澳市场跟下个礼拜的冰江市场 都有去触及到拍卖的这一块因为前两集尤其是竹东市场上个礼拜我们看的他很悠闲很舒缓那但是市场就是一个很奇妙有节奏感的地方嗯有快有慢嗯有热闹有比较安静的时候有人挤人的时候但也有很悠哉的时候好老师我想要回到第一集因为你其实第一集选了一个呃花莲重庆市场嗯 我其实对花莲没有那么熟悉哈其实东部最大但是当然不是可是可是可是我每次去花莲都一定会逛一个市场叫吉安市场哦对也是他有原住民的东西比如说以我这个消费者的角度是来看就是我想要看这个市场的多元重庆市场也有可是很显然老师对啊给我们介绍重庆市场我对重庆市场一点概念也没有哎重庆市场其实是以规模来讲嗯是最大在哪里啊就是以整个东部来讲哦你说在市区 在市区里在市区里面其实不远那他当然后来呃他其实历史很悠久那后来又重建过嗯其实现在整整顿的非常好是一个拍卖市场吗啊不是不是就一般的市场嗯然后其实他的摊商量是最多的嗯对摊商量最多所以刚刚您提到那个原住民的食材那当然这是重庆市场非常重要的吉安当然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原住民的角度其实就是观光客角度啦你知道就因为我们是观光客嘛 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地生活的人然后总觉得到了花莲还是到了花冬要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但重庆市场的那个原住民的食材区其实就确实有很多他们呃自己原住民朋友就是阿美族为主的原住民朋友他们会在那边自卖自买嗯对到自产自销那我错过了重庆市场可以给我导游一下吗真的可以给我导游一下你怎么看重庆市场就是你熟悉这个市场吗还是你 你怎么去界定这个市场还是说你们都真的都只待了24小时之后开始去做记录分禁锁定是这样吗当然不只我们在每一集都会花很久的时间来做田野调查做财这个预防嗯然后呃建立关系嗯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看了以后就会说哎我们跟这个摊商的互动非常的自然对对对对那原因就是因为说呃事实上虽然我们看到的是一天的结果 但是事实上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呃建立关系哦就是台语台语我们会说高败哦高败这个字哦我想到是拔暖暖暖暖也是也一样一样一样对不对高败这个字你看高败就是既交又陪既交往又陪伴对你要让大家觉得说我们就是市场的一部分所以你知道我们常拍到后来市场的大家都会说你们还在哦啊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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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拍到什么时候人家那个谁谁谁拍也没拍那么久你们到底在干嘛一个小时你们在干嘛然后我可不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会说好好好你过来看啊然后就知道很欢乐就这种感觉很好啦是我觉得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像是真正记录他们平常正常的样子对我问一个摄影机来拿起来他们都吓死叫你走开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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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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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是去年的此时开始制播的话 开始制作的话 你看一整年的时间 我们才拍了八个市场 才做了八集而已 谢谢明聪老师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他还会再回来 因为都希望让他用老师的角度 用社会学者的角度 来给大家带大家去逛台湾重要的市场 然后再次提醒听众朋友 超级美食家与日方征传翠鱼金 还有毫无士奇的团购 现实团购的时间 一直到今天晚上12点为止 听众朋友要赶快追上这一波 针对中秋节 还有重阳节的翠鱼金 好东西跟大家分享 我是王瑞瑶 谢谢大家 明天中午超级美食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没有让老师说拜拜 拜拜 拜拜